由少女時代成員余麗和男生丁毅宇主演的 古裝韓劇 打包袱 盜取命運 劇情講述朝鮮時代 強幫寡婦回去當老婆的民間風俗 也就是所謂的打包袱 一次行業賺錢養家的巨石 打包到余麗飾演的無翁主持家 看似是一齣荒誕的鬧劇 但兩人卻就只展開一場逆轉人生的冒險旅程 這也是余麗首次挑戰古裝劇 除了有令人驚艷的韓服扮相 未加角色苦情又悲慘的人生 讓劇名不知不覺就心疼了起來 《遙麗》 《遙麗》所詮釋的汪豬為這部劇 增添了一份奇美感 讓人看了實在很揪心 若有陽光男神封號的第一語 則是卸下美男光環 他劇中頂著一頭亂髮及邋遢鬍鬚 加上從沒換過的服裝造型 成為朝鮮時代最帥氣的綁匪 這時儘管人生坎坷 但不像人生低頭的勇氣 也成了讓翁主詞嫁行動的原因 另外一飾演餘莉小叔的男兒的神玄柱 挑戰既正義又不服輸的角色性格 原以為和大嫂就是經典的主罵 但殊不知在她心中早就種下了愛你的火苗 少數深情款款的一片真心 這像巨石女次英雄救女的因子 讓翁主詞嫁總被捧在手心 不僅讓人更加期待 這段三角戀到底會如何發展呢 如果說浪漫三角戀是桌灘的主菜 那小可愛食音就是不可或缺的甜點 不論適量 Durchそして本身穿不住 為什麼? 那些女 Of Y是女的drgy 這是神女的妙子 isches不想用手 可該 mit zam邊車 或是姑丈 叫她好 我我還可以 媽 そう flatten gest 妹妹都捨不得放手 公主余莉遭綁匪第一語打包回家 看似是一齣荒謬的故事 背後卻夾砸君王和官幻間的權力鬥爭 莫副的劇情節奏讓該劇開播 迅速在南韓掀起話題 甚至創下MBM電視台史上最高收視 想追去的朋友絕對不能錯過